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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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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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时候回来 你报销啊 贵的衣服你要跟我说一下 他就买好 然后就回来找我报销 乱花钱 花钱都花得乱 我也喜欢打扮他们 恭喜你要跟我商量演 跟我说一下 多少钱 他都买好了 你报销啊 他买衣服和您的演吗 现在买还行 那意思是以前好像 以前他有时候买衣服 我不是很喜欢吗 没别的缺点了吧 缺点啊 还有吗 家里是都不管的 全部我弄的呀 家里开销全部是我的呀 不是上海男人不就是优点吗 全中国都在传 上海男人在家里做饭的咯 你要分担一点 你要分担一点嘛 那你不是就分担在啥吗 是吧 全部我都做的 那我找你干嘛呀 对 四川男人也是家里男的做饭对吧 所以不管从四川文化 还是从上海文化来说 都给他做饭是吧 对了 他又不会做饭 都是我做饭 你做饭 对啊 那你做什么家务了 你不是说你做家务吗 扫地啊 扫地啊 对吧 你扫地也没扫 他就洗衣服 洗碗 洗衣服 家里没洗衣机吗 洗衣机有 洗衣机有 因为我喜欢 先手洗 领子 手袖子 再洗衣机 再放在里面 这个领子 袖口 他很细致是吧 对对对 一下子扔到洗衣机里面 就洗了 然后我跟爱 好好好 不是你要来的吗 怎么他来了 就控诉你啊 马克为主 先咬一口是吧 先下手为强 后下手遭殃 哎呀可以 之前那我们俩一起去买衣服嘛 那个时候很早 我们刚结婚没有几年嘛 那个时候我比现在胖 比现在胖了很多 然后跟他一块出去逛街买衣服 然后我试了好多衣服 他都说都不好看 就说我腰粗腿粗 说我胖 穿什么也不好看 他说人家衣服好看 人不好看 那我气得 我也没有心情去那个啥 去逛衣服了 你先生这个 我们看打扮得特别年轻啊 他是不是 他兴趣爱好怎么样 也很年轻人的兴趣爱好嘛 他兴趣爱好 他也是就是喜欢买衣服啊 喜欢打扮啊 还喜欢 在外面就是跟朋友 去吃喝玩乐啊 这些的 李先生你朋友多吗 多 都是些什么年龄段的朋友 老中青啊 您今年是55 您心目当中这个老指的是哪个年龄段 我朋友最老的是将近90啊 将近90了 最小是90后 男性还是女性啊 男性 全是男的 女性也有 就是说就像我几个朋友 他们 小姐妹啊 什么的 包括他 小姐妹 您跟他们在一起聊什么呀 玩什么呀 可能呀 年纪大了嘛 聊 他年纪大的事情 小的嘛 聊小的事情呀 都可以来 都可以呀 呵 那那个 像那年龄大的 您去看他们也穿成这样吗 也是 他们已经习惯了呀 你喜欢你老公那种穿着打扮 和这种年轻的心吗 嗯 喜欢是喜欢 就是 不是 我怎么老觉得 你这个话里有话 什么叫喜欢是喜欢 你把后半句话说全了 啊 这嗯 他呢 穿衣风格嘛 我还是挺喜欢的 就就有的时候吧 他老是说我 说我动作慢 说我 老是也跟不上他 什么 脚步 有时候我们俩一块出去了吧 他走在前面 然后我就走在后面嘛 他也不等等我 有的时候 我说 你走那么快干嘛 我说你等等我 等等我呀 他说你腿短 他说你 走也走不快 他说 等你干嘛 他就这样讲我 就是动作参谈 我看看难受 只要他出去 晚上早上很早起床 就影响我啊 起码要起床 两个三个小时 你起床 影响我睡觉的 是不是还早起来化妆啊 他还化妆啊 对 他头发就起码 弄一个多小时 哪里头发弄一个小时啊 没有啊 就半个小时嘛 然后 我化妆 花半个小时嘛 就一个小时呀 对啊 人家打扮得漂亮 不是为了陪你出去吗 不是陪我呀 有时候他们 公司搞活动啊 什么的 出去像上次到王山去 纪念中集合 纪念中集合 我们公司搞活动 恍惚了 还没退休呢是吧 对 所以您在 您也没退休呢吧 没有 您是做什么工作呀 我 我是学校的 高中 高 高中 老师 我们行政处 行政的 那您这个学生 得议论您吧 学生 像高大学生 他们会说的 这老师蛮潮的嘛 那您这些同事 会把您当另类看吗 没有 我们从上到下 基本上都是习惯的 我们从校长开始 到下面都习惯的 是不是大家都会觉得说 哎呦 小丽这个 从进学校那天就这样 到现在还是这样 对对对 没变过 时间在您脸上 没有痕迹 在心理上也没有痕迹 是吧 我现在比较好一点 看出来了 李先生是心态年轻 外形年轻主要是心态年轻 哎 你太太心态年轻吗 她心态年轻 有时候也像小孩一样 像小孩子 比如说呢 她开心 不开心也在表面上的 不像人家放在 肤子里 开心也在表面 我弱弱的问一句啊 像你们俩到这个岁数的时候 还过那什么 什么什么520啊 过 什么情人节啊 过到他 520 叫我发红包 214也发红包 什么给我发红包 因为我说你小孩 这个 她有疑似 她说 哦 那这并不是说小孩子 非得要过 对吧 那个 那你看人家岁数大了呢 人家那是老夫老妻了 男的不也一样的 送女的送花啊 送送那个礼物这样的 那我们无二无你的 那我不依靠你 那我依靠谁去啊 其实过节的时候 让你发个红包啊 其实发红包是小 那就是说 让你多关注一下 多心里面 多在意我一下嘛 就这个意思啊 是提醒你得装着我 对对对对 所以你们俩说无儿无女 就是彼此互相 后半生的依靠了 对对对 是这意思吧 对就是 也是 就是经营一下 这个 两个人的感情嘛 那么下次你发给我好了 对发 对吧 我发啥 你发我好了 你抠门的 看你抠门的 一颗年轻的心 一个抠门的脑袋 真是 你们俩那个 有共同的爱好吗 我喜欢养个小宠物 家里养宠物了吗 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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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要求要买的 啥呀 是一个小狗 就挺可爱的 因为我一直就喜欢宠物嘛 本来我就很 很想就是老招的时候 我就想打算买一个小宠物 就因为他那个他妈妈 身体不好的时候 生病的时候 他就说不能养狗 然后就一直没养 然后等我婆婆 他那个就生病去世了之后 那我看人家都有 牵着小狗 挺可爱的 那我也想弄一个小狗狗 增加点乐趣 省得 那我们俩都到这岁数了 那就是两个人孤苦伶仃的 那有时候他不再来的话 那我在家弄个小狗 没有那么孤单嘛 就这个意思啊 谁照顾得多呀 我 到后来他照顾得多 你要养他照顾得多 对对对对 他比我爱得多 谁不是我 那个小狗买回来的时候 那我说是我要买的嘛 我要买的 那我就放 我就把它放在我的那个床边上 给它放在那个大厅里面 它要叫 然后那我就想着说 把它放到那个卧室来嘛 放到卧室来 我就放到我那个床边上 他就说 放到他那边 我说为啥 他说我晚上要起来上厕所 容易踩到他 然后 他就把它抱到他的床边去了 然后我又抱回来 他又抱过去 然后我一下就生气了 我们俩就吵了几句 然后后来吧 他就说 那你抱过去吧 那那个小狗不要越他的那个界限 那我听到他不就是 他就是吃醋生气了嘛 然后后来我就想 我就说 哎呀 那那就放你那边吧 放你那边 我也不想跟他懒得计较 现在这博美跟谁说也道理 跟他 现在就是他 照顾的他多一点 小狗争夺战 在家里面了 现在那个小狗都不跟我 都跟他 都我做服作呀 他有时候出去上班什么的 就是我 你照顾的多 我做呀 行 我就听你们俩 这不是幸福夫妻吗 这有啥呀 你们为啥来啊 越脚舞越懵 就是那我就想 以后他多照顾我一点嘛 不要那么老是磕碰碰的 还爱不爱他 爱 爱他什么 他心还是挺好的 就是嘴有的时候 老是说 老是说我 比如说在外面 有时候不管是干嘛 他有的时候老是说我 老是对我大吼大叫的 就是这样 凶你是吧 对他老是凶我 他不管在有人没人的时候 他就这样凶我 但是有的时候 他老是说我 那我就有点 就是 因为我 毕竟我娘家也离我那么远 他一说我了 那我也没有 我也找不到人 一个人 说 嫁给他了吗 那我就 我们俩又没有儿女 那我就 心里没想 那我的后半生 那我不就依靠他吗 现在心里有点不踏实是吗 对对对 因为毕竟 因为我们没有儿女 就是 说句心里话 那就是说句说白了 就是 靠不住 就有点 就那你如果说 有儿女的话 那有一个牵绊 对吧 听懂了 外人看起来 也许我们很幸福 可是我内心是担心的 因为我们没有孩子 对对对 对吧 我害怕这个男人靠不住 我是一心一意的 他什么样 我不知道是吧 他之前嘛 老是在外面去 跟朋友在一起 吃喝玩的 他有的时候也不叫我 有时候 因为朋友 他们不带老婆 我带他去的 对吧 因为带他老婆 能言说 要说我带 我不带老婆 你带老婆 说明你有老婆 我们没老婆 对吧 有时候 我朋友说 你带老婆来 我带他去 是这样的呀 李仙 您是不是打小 就特别喜欢玩 我喜欢玩的 就一辈子 从小玩到这个岁数 所以现在还是改变不了 玩心是吧 如果说外面的朋友 叫您出去玩 妻子希望您 留下来陪他吃晚饭 您的选择是 要看的 因为我朋友 偶尔叫我 让我去的 经常叫我 我就不去了 我就陪他了 哦 因为我朋友比较多嘛 因为有可能一个月 这个人叫我 您一个月在家里 吃多少顿饭 是啊 数得数得轻 一个月大概 跟朋友在外面玩 多少天 现在少了 以前都 现在少就对 现在少是多少天 一般上 半个月 一次 外面出去 哦 那还好 有时候十天 那你有啥不放心的呀 以前都 我说以前蛮多的 你一个礼拜三次 他一个礼拜三次 现在少了 我一个朋友 对吧 各方面因素嘛 有小孩 有小孩 哎呦 孙肃大也有 那你有小孩 嗯 别走不开也有 对吧 有时候 生气不好也有了 现在 年纪轻轻 生气不好也有的 哦 主要少了 不像以前 以前多 他那个 在外面吃饭 有的时候 那个 要连着两三天呢 所以说 有的时候 就会临时 就说 我晚上不回来吃饭 嗯 跟谁谁谁 去吃饭 然后第二天 又又来一个 啊 我今天不回来吃饭 跟谁谁谁去吃饭 嗯 这次听明白了 就是我觉得不踏实 对啊 我 我 后半辈子 我们俩在一起 到底这后半辈子 怎么过 怎么让我心里 踏实了 是吧 对 来吧 老师们 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确实 如果用 上海话说啊 看到你们两个人啊 真的昏骨子哦 因为你们两个人太年轻了 看到你们两个人的二人世界 很时尚 很潇洒 很浪漫 很精彩 或许这只是面上的 你有没有感觉 年过五十以后 您的妻子 她的焦虑 她的迷茫 您经常出去 是一个人 是一群朋友 朋友没说 可以带老婆 你可以向朋友申请 哎 今天 我老婆要哪个哦 我老婆家里一个人哦 以后他们都明白了 你出去是必带老婆的 你可以去争取啊 他其实是在对你抗议啊 你难道没有感受吗 所以我认为 你们的生活当中 可以没有孩子的选项 但是必须要有 夫妻相守相伴相依的选项 所以我在想 面上看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是家庭的状况不同 我们还要正式 出现的这些小问题 你们的生活会 一辈子的浪漫 一辈子的精彩 祝福你们 谢谢包罗兄 谢谢 王老师 我觉得姐姐就是 她现在 她在这段婚姻关系里面 和亲爱的关系里面 我觉得她 她为的其实 有点像我们现在 实在下的一个议题 就是初老女性的尊严 就是我们 在想着说 要如何优雅地老去 我们如何能够 为我们曾经做的决定 然后来现在拒绝焦虑 其实在你们之前 决定要订课的时候 就已经做了一个 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 你们现在 就是你们过去的未来世 那其实在这个命题当中 你们真正要学会的是 在亲密关系里面 如何去真正的一个人 照顾另一个人 因为你们外来的生活里面 就是你们两个人 一起度过 没有第三个人了 我觉得你们现在 真正应该做的是 应该提前去规划 你们的养老生活 这个比较实在一点 觉得姐姐你现在需要 就是说 跟她一起去思考 你们要如何优雅地老去拒绝焦虑 然后继续过着你们 从前一样快乐 有品质的生活 出来了 谢谢 曹老师 曹老师 我很羡慕二位的生活 就从我的角度来说 我比您二位年轻很多 但是我看见您二位 保持这个状态 这个活力 走到这个年纪 我非常的羡慕 我其实没什么 可以给二位分享的 因为您二位 是我想学习的一种状态 所以说 我能说的就是 您多照顾照顾 他的感受 因为确实是 到了这个年纪了 他不像是 二三十岁的时候 天天不回家 在外面 跟朋友耍去 这会儿的心理状态 跟当时是不太一样 二位既然能一块走到今天 我相信这个 在二位之间 不是问题 再有一个 您那狗也让人家多抱 有脾气 咱也男同志 绅士一些 您看您这个岛上 肯定是很绅士的一个人 也别大吼大吵 当然我说的 这都是刚才 人家投诉您的这个 还有一个 您要做什么决定 也是两个人 多商量商量 别的给不了什么建议 为什么语速这么慢呢 是因为显得我话多 谢谢 刹那老师 丁克这事 是你俩共同做的决定 都有这个想法 还是说 有一方是这个想法 另外一方做的妥协呢 基本上是共同的 是吗 对 为什么现在感觉到 你有后悔和遗憾的感觉 你一直在说 我们俩没有孩子 我们俩没有孩子 你可能觉得 有一个孩子 是不是就能让他收收心 有一个孩子 可能现在的生活状态 就会变得不一样 对 就现在是有一点这种遗憾 所以你看 对于这个 很多的丁克的家庭来说 就是过到最后 可能会发现 有的时候 会有一种遗憾 但是人生就是一件遗憾的艺术 你不能因为遗憾 而对现在的生活没有信心 就不去想 其他的经营之道 或者经营的方式了 那现在出现这些矛盾 或者出现你内心的 这种焦虑和不安 你要想到底哥在哪 是因为没有孩子吗 不 哥在于 我们可能慢慢 随着年龄的增长 会离开这个工作岗位 我们可能慢慢地 就没有那么有社会价值了 因为你们两个人 都是活得非常有价值感的人 你们要追求那个时尚 跟上时代 就怕自己被落伍 现在其实是年龄焦虑带来的 所以你找到自己内心的 那个焦虑的那个根 自我去解决 不要从对方身上解决 对方身上是解决不了 你焦虑的问题 就这样吧 谢谢山大老师 来帮帮团的老师们 你们二位不要各自的精彩 我建议可以培养一点 共同的爱好 比如说旅行啊 运动啊 烹饪啊等等的 因为同贫才能同趣 而在与此同时呢 还要给彼此留一点点的空间 这就是我个人的建议 谢谢老师 好的爱情和婚姻呢 可以使彼此变得更好 那么今天呢 肉眼可见的二位是同步的逆龄生长 但是呢 其实我觉得从心态和思想上 二位已经不同步了 先生呢 是现在是在享受着掌声和赞美 但是女士 您已经陷入了惆怅和不安 那怎么办呢 先生 您就多给他安全感 多包容他 520发个红包 告诉他拿去花 好吧 嗯 告诉我 羡慕啊 真的羡慕 真的羡慕 人生就是这样 他的这个焦虑很正常啊 所谓的顺其自然 就是在选择之后 遗憾出现的时候 给自己说的 我们是顺其自然 这个其实没有对错 是因为生活方式 就是在你身边 大多数的人是有一个模式 就像今天 你们的穿着在这个年龄段的人里面 他就是出跳的 但是特立独行或者与众不同 是要付出 别人付出不了的代价 什么是代价 特别简单 不说不要孩子就有多大的代价 不是 是因为当别人有新的转移的时候 能理解吧 春节的时候 一家人团聚的时候 儿女绕席的时候 到了这个岁数 有些人可能已经做爷爷奶奶的时候 或者准备做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的时候 你看到他那个状态 你一定是羡慕的 怎么会不羡慕吗 因为至少热闹嘛 谁不喜欢个热闹嘛 这个时候就会想 我们是不是错了 这就是所谓的遗憾 所以 其实核心是什么 为什么挑那么多小边边角角的 说的不是问题 其实对你们夫妻来说 这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你的玩伴真诚的玩伴 真实的玩伴 会越来越少 90后的要结婚了 要有孩子了 回家去忙了 能在你身边的人越来越少了 你也是一样的呀 现在你离开了公司 你回家你也没什么朋友 对吧 那你的那些公司的老姐妹们 可能人家再回家 再过个七八年 人家要抱孙子了 你更眼馋 你眼馋的不是他抱孙子 而是他好像实实在在的 有一些事在忙碌 不是那么空落落 对吧 不就这个吧 没什么呀 因为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孤独 最后肯定是自己走 是不是 所以你们选择了现在活得精彩 自在 对吧 中国最大的 孕产妇是65岁吧 还是62岁 65 65岁 那我就没记错 这个想要也还来得及啊 现在的医学技术那么昌明 想要是能来得及的 对吧 这个当然要商量 这个要商量 我一直说要商量 这就是人生 我身边过去有好多那个 宣称丁克的你知道吧 比你稍微小一点 51岁 他媳妇是49 他51 有一天突然打电话来说 我说你最近忙什么呢 忙着带儿子呢 我说你不是丁克吗 他就说了你们俩说的那句话 我们顺其自然的嘛 这就是人生 就你们可以有多样性的选择 只要不焦虑 真诚的去跟自己的伴侣 说自己想说的话 你不是说 我现在就挺想要一个孩子 我现在有点后悔了 可能我们要不了 但是我们得面对嘛 对吧 那你现在后悔可能还来得及 后悔吗 这个回家说 这回家聊 我们不在那个公开场合 聊这么 这么私密的话题 如果真后悔 回家好好聊一聊 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焦虑 说清楚了 反而好了 好吗 一起进入192 就要爱真情六十条 你这种事情要跟我商量商量 大事要跟我商量商量 不要欠讲后奏 对吧 你能买东西吗 你要看看这个价格 不要价格不看 买下来 那现在我买东西 大部分都是我在买啊 对吧 买不上次都是就不销啊 嗯 啊 大事跟你商量管用吗 哎 管用 确定吗 确定 不太想顺其自然了 就想要个娃 行吗 那也行啊 啊 那也行啊 确定吗 确定 真想回家好好商量商量 好吧 谢谢两位 请回吧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通过金银APP 天津FTV 网络电视 外事打手机客户端 收看本期节目内容 欢迎登录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吧 伯红兄预测一下 双出 对 我现在也觉得双出嘛 他俩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 就是一个诉求 让你直接说出来 就是一个想法 对 对吧 来 曹老师 他们俩的精神面貌 我真的很喜欢 我到这个岁数 我还能这样 我就觉得我自己 做的已经很好了 你放心 你一定比他更好 哎呦 嘿 您放心 到时候我穿什么 我一定告诉你 好 双出 双出 刹大老师 双出吧 行吧 看看人自己的选择 是怎样的 请开门 咱刚才是不是 没说好预设条件呀 出来还是不出来 惊讶了吗 不惊讶呀 当然不惊讶了 当你们所有人 把窗户指都给人捅破的时候 人家需要沉淀一下 那你想男生 人家没搞清楚 我出来就代表我要生了 女生也很害怕呀 我这出来是不是就当众 要逼着这个 我的先生在跟我生一孩子 其实人家也没想好 所以曹老师那说的对 没说好预设条件 对吧 所以人家是不是觉得 要出来就意味着是 要生吗 对吧 有可能是这样子 对对对 这完全是咱们猜测